難道被躺過了 一邊笑得瘋了 一邊哭得累了 太柔軟了 快要放棄了 快要去躺了 又見面了 對,那你要問我什麼呢 雅倫,我覺得 像你這麼帥、這麼近、這麼有型的男孩 你看你每次出門的時候 你那個臉龐彷彿 陽光永遠閃耀著 然後你那個頭髮有沒有 現在都得這麼好 那你這個樣子要怎麼維持呢 包包裡面是不是要放幾款 新男必備的東西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你說到剛剛是 考慮到外表的話 當然會有一些東西呢 是必須要放在包包裡面 譬如說 像我們男生就比較會出油嘛 然後就必須要必備一個 吸油面紙 那吸油面紙要找適合自己的臉 因為有時候可能 他的紙張的粗厚啊 也會影響到你皮膚的狀況 真的假的 對,所以我覺得 是比較薄 然後很柔軟的 嗯 可以看到 可以透光 對 很大張 因為他就不會 一張你就可以吸很多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吸一吸 其實我現在也還好 真的 像我們臉這麼大 好需要大張 你會不會寫什麼 你 其實有更大的那個size 有包紙 好了 夠了 好 是收包紙嗎 怎麼那麼壞啊 你們這些演藝圈的 除此之外呢 當然也有 就是護唇膏 你的包包好大喔 對,我覺得包包很重要 就是 你必須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 然後看你是怎麼樣的人 你希望打開就一目了然 或是你希望你可以裝很多東西 但是你可以很 包包也要跟人一樣有事 不錯 喔,這個洗面乳啦 自己有時候上風高上到一半 會想要卸妝 然後因為一整天會負擔很大 所以就拿來洗面乳的身上 還有另外剛剛說的那個 有一包 這個 這是什麼秘密小物 就是大家 男生很容易把一些小物啊 都放在包包裡面 這樣雜亂的放在一起 但是呢我覺得 可以透過 用一個 較大型的袋子 然後把它合在一起 譬如說 護手霜啦 因為我們常常坐飛機會乾 然後護手霜 然後這個牌子是 專門針對 敏感肌膚的護唇膏 對 立刻圖給我們看 立刻圖給你們看 就是表示我在使用 還有有時候會 譬如說 要跟 比較好的 就是 朋友啊 或者什麼 想要散發 什麼朋友 那些朋友啊 什麼 讓你示範長出來 比較好的一些女性朋友 對 想要散發出一些香味啊 然後讓她引起 就是對你的嘴唇的食慾 就 欸 偶像這樣講話 我不是偶像 我是音樂人家偶像 對 好啦 這個是那個 cherry口味的 嗯 然後 銀線鏡可以 供實用 跟換取 對 然後 這個 眼藥水也是 很需要的 然後 這個是 遮瑕膏 其實我沒有太用 因為我們平常自己 膚質很好 是不是 也不是膚質很好 就是平常就有化妝的 就 不太需要 好 這個是 有戴耳環的男生 你可能需要 摘下來 傾斜的時候 或是你發音的時候 就換上這個塑膠棒 就先放在這裡 有沒有什麼 關鍵性的 決定性的遺物 讓大家看到 歌迷們看到 會 你知道叫出聲的那種 還好耶 呦呼 心情很酷 我其實覺得 心男也是需要這個 就是擺在身上 然後裡面 聽也是一個心 就是其實那個 沒接東西 這樣 但是我都會接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 喜歡做樣子 就是 直接放在這邊 這樣 沒有 其他團員嗎 沒有沒有 街上看到 還有什麼 你這個包包有沒有 10公斤啊 天啊 沒有沒有 但無尊有跟我一樣的包包 它裡面的確就是 它可能是放錢快喔 有啦 有一些那個 這一次通告 真的 這個就專業 對自己很要求 所以我們 要站著一個我 你說我 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